生活版 再婚夫妻无法生育 妻子想出了一个荒唐的主意 说我想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借福给你生育孩子 丈夫同意后 妻子亲自为丈夫挑选代孕妈妈 发完条件以后 把他们带回家 让他们和良辉同床 如此用心良苦的妻子却惨遭杀害 幕后真相扑朔迷笔 再婚求子 印背剧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 2011年秋季的一天 我们案件的主人公梁辉 正在外面应酬 突然接到了家里的电话 让他赶快回家说家里出事情 梁辉接到电话以后 急匆匆的赶回了家中 一进门发现家中一片狼藉 雪白的墙壁上到处刷着欠债还钱 这样血红的油漆大字 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 自己的妻子蒲小兰也不见了聪明 梁辉一进屋啊 亲友就围了上来 梁辉急忙问 小兰在什么地方 大家说不知道 我们得知消息过来时 家里就这么乱 当时梁辉就拿出电话 拨打了妻子蒲小兰的手机 结果手机关机 这时候亲友们就对他说 赶快报案吧 你查一查丢了哪些东西 梁辉马上白白手说 现在不能报案 面对大家疑惑的目光 梁辉有些难为情的对大家说 前一段时间因为公司经营资金紧张 他在外面借了几十万元的高利贷 到期以后没有归还 现在这个场面十有八九 就是高利贷者派人来上门讨债 小兰现在不见了身影 搞不好也被这帮人带走了 如果报案的话 一旦他们得知可能对小兰不利 亲友们一听啊 也觉得梁辉说的有道理 于是大家就决定等等看 结果一夜过去了 到了第二天的上午 浮小兰仍然没有任何消息 这时候亲友们等不下去了 就纷纷让梁辉到公安机关报案 梁辉一看再等下去 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果 于是就和亲友一起来到了公安局进行报案 公安局接报以后 对现场进行了勘查 固定了现场的情况 也证明了梁辉家中现有的贵重物品全部都不见 他们问梁辉高利贷的情况 梁辉做了简要的陈述 然后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电话号码 梁辉说 我是在外面街头小广告上找到这个电话号码的 拨打电话以后和他们谈妥 他们派人送来了现金 只留给我这样一个电话号码 我没有其他的联络方式 民警就问 那你借这些钱是用什么提供的担保呢 梁辉说 我是用我家的房产证提供的担保 把房产证复印以后 我在上面签名 而且提供了保证 但是他们没有让我到房地产交易中心 办理抵押登记 警方想通过梁辉来查证放高利贷的 这个线索就断了 警方为此调取了小区的监控录像 发现有两个一高一矮的男人 进出小区好几次 他们形迹可疑 由于摄像头安装的位置问题 警方无法看清他们的面部特征 也无法对这两个人进行辨别 就在案件的侦破工作陷入僵局的时候 巡逻民警抓获了两个销赃的流浪汉 也就是这两个销赃的流浪汉 揭开了一个惊天秘密 这两个销赃的流浪汉 在警方供述 他们是受人雇佣 进到了梁辉的家中 他们所销的这些赃物 都是从梁辉家搬出来的这些彩电冰箱和其他有价值的东西 民警问谁雇的他们 他们说是一个瘦瘦的年轻人 只见过一次面 也没有联系 而且雇主让他干什么 他们就干什么 也没有受到阻拦 民警就问 你们在进这个家的时候 是不是绑走了女主人 这两个流浪汉大呼冤枉 说我们进这个家的时候 这个家一个人都没有 而且我们本身就在外面流浪 自己都居无定所 我们要绑一个女人 把她放什么地方 这两个流浪汉 没有说出 梁辉失踪的妻子蒲晓兰的下落 但是他们的行为已经涉嫌盗窃 于是警方对他们进行了刑事拘留 扑晓兰仍然没有下落 梁辉一边从事着公司的经养 一边派人在城里到处贴 寻人启示 没有多久 有人在郊外的一口枯井里 发现了一个箱子 这个箱子打开以后 里边有一具女尸 这具女尸的 年龄身高体貌特征 和失踪的蒲晓兰十分相似 警方为此通知梁辉前去辨认 梁辉赶到现场以后 一看到箱子里的女尸 她马上就抱头痛哭 说小兰啊 我害死你了 你这一走今后 我可怎么过呀 这具无名女尸 就是失踪的蒲晓兰 蒲晓兰死亡 这个消息得以确认 经过法医的鉴定 蒲晓兰身上有外力打击的痕迹 而且她的死亡是窒息而死 死后进行了抛尸 梁辉的妻子蒲晓兰被人杀害了 梁辉及家人呢都感到非常的悲痛 他们为蒲晓兰筹备了葬礼 在追悼会那天 蒲晓兰和梁辉等人的这些好友 都纷纷来到了殡仪馆 他们一方面调研 蒲晓兰的去世 另外一方面纷纷劝梁辉 要节哀顺便 人死不能复生 活着的人更要保重自己 在追悼会上 梁辉啊始终是神情悲泣 两眼含泪 看着自己的妻子 当追悼会结束以后 大家纷纷和梁辉握手告别 这个时候上来两个变装的男人 他们对梁辉说 我们是公安局的 请你跟我们到公安局去配合调查 梁辉还没有说话 周围听到这个消息的亲友就不愿意了 你们公安局的怎么这个时候来啊 平时破案的时候找你们都找不着 这个案件这么长时间都没破 非得今天让当事人跟你们去配合 明天行不行啊 民警啊就耐心的给亲友们解释 我们之所以今天找梁先生去 也是为了早日抓获 杀害蒲晓兰的凶手 梁辉看到两个警察围在自己的身边 神情复杂的看了自己王七爷 然后跟亲友们说 你们把后面的事情办好 于是他就和民警到了公安局 原来在蒲晓兰的尸首被发现以后 警方再次对全案的线索进行了梳理 在再一次辨认小区监控录像的时候 发现那两个流浪汉 从小区里抬出一个箱子出来 民警经过比对 发现这两个流浪汉抬出小区的箱子 和放蒲晓兰失手的箱子是同一种箱子 于是民警再一次对两个流浪汉进行了询问 这两个流浪汉告诉民警 我们确实从家中开出了一个箱子 这是雇主让我们开的 开出了以后 我们放到小区外面停放的一辆轿车的后备箱里 这个箱子挺沉的 里面是什么东西 我们也不知道 也没有打开过 根据这两个流浪汉的供述 警方分析 蒲晓兰可能在两个流浪汉进屋之前 就已经被害 这个箱子里放着她的尸首 这两个流浪汉进到屋子里 把箱子抬出来 也可能是犯罪凶手 为了掩藏自己的犯罪事实 让他们在梁徽的家里到处刷油漆字 然后在她家里制造盗窃的这样一个现象 也可能是为了销毁犯罪的痕迹 那么蒲晓兰究竟是被谁所害 是什么人跟她有着怎样的深仇大恨 以至于要夺取她的性命呢 而蒲晓兰在被害前 是否留下了指正凶手的线索呢 由于案发现场 已经被两个流浪汉破坏 所以警方没有提取到 有价值的凶案的线索 警方就秘密的调取了 和蒲晓兰 梁徽 以及他们周边相关人的这些照片图像 交给两个流浪汉进行辨认 经过两个流浪汉分别仔细的辨认 他们一致指着一个年轻人说 这就是雇主 而这个年轻人不是别人 就是梁徽的司机 警方马上把梁徽的司机传唤到了公安机关 梁徽的司机到了公安机关以后啊 非常坦然的承认 自己确实受老板梁徽委托 请了两个流浪汉到他家里去 因为梁徽对他讲 和自己的妻子发生矛盾 两个人已经过不下去了 梁徽呢 把家里之前的东西都收拾了收拾 放在了箱子里 让他找两个人去 把箱子抬出来 然后把这个房间破坏 制造被人讨债的这样一个假象 梁徽的司机讲 说这两个流浪汉把箱子放到车的后备箱里以后 他开着车 将车交给了老板梁徽 这个箱子后来到了什么地方去了 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 他也不知道 那么根据警方截止到目前的侦查 说明梁徽故意杀人的嫌疑陡然上升 于是警方决定立即传唤梁徽到官局 这样就发生了在追悼会上 两名便衣警察将梁徽带走的这样一决定 再婚夫妻屡次造人计划失败 有着怎样的隐情 医生检查完以后告诉他们夫妻 胡小兰已经不再具有生育的努力 为保住婚姻 妻子提出介妇生子的账 大受感动 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再婚这个妻子 如此的同情达理 忍辱负重的妻子换来的 却是账子的背叛 这个疯狂的女人又将做 怎样的举动 再婚求子 引悲剧正在活出 到了公安局以后 办案民警让梁徽陈述一下 她和蒲晓兰的关系 以及案发的经过 梁徽就大谈特谈 她说她和蒲晓兰在五年前认识 那个时候她已经五十岁了 而蒲晓兰比她小十岁是不惑之年 梁徽曾经有过一段不幸福的婚姻 两个人没有什么感情 也没有孩子 所以在五年前两个人离了婚 离婚以后认识了蒲晓兰 感觉到蒲晓兰非常中意 于是两个人就谈起了恋爱 很快陷入热恋之中 两个人排除了世俗的干扰 最后结为夫妻 婚后的日子也过得和和美美 民警听完以后就打断了梁徽 梁先生我们请你来 不是让你陈述你和被害人如何认识 我们是让你讲那两个流浪汉从你家里搬出的箱子 这个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梁徽一听马上说没有这回事 警方一看梁徽耍赖心里就有了底 他们把相关的证据摊在桌面上 正告梁徽 你如果现在如实的交代 我们还可以认定你态度好 如果你不交代的话 我相信证据也能够证明你到底干了些什么 看着桌上大量的证据 梁徽的心理防线已经彻底崩溃 随后梁徽如实的交代了自己杀害妻子蒲晓兰的犯罪经过 梁徽和蒲晓兰两个人是再婚夫妻 应该说结婚初期 他们两个人感情也确实很好 但是两个感情很好的人 为什么在五年之后竟然拔刀相像 这件事情还要从他们借福生子这件事情讲起 梁徽以前婚姻当中没有小孩 所以他在和蒲晓兰结婚以后 希望能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而蒲晓兰在前一个婚姻当中也没有生孩子 所以两个人都有了共同的愿望 特别是梁徽 随着年龄的增长 随着他财富的增加 他要生自己孩子这个愿望就特别的强力 于是啊 两个人就开始了造人的计划 但是屡次造人都不成功 最后两人一块到医院做了一次检查 医生检查完以后 告诉他们夫妻 蒲晓兰已经不再具有生育的能力 梁徽听了以后啊 心灰意冷 蒲晓兰呢 也担心自己的第二次婚姻不保 他知道有没有孩子对于梁徽而言 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 也是维系他们婚姻的一个纽带 于是啊 蒲晓兰思来想去 为了稳定自己的婚姻 想出一个办法 这个办法就是借福生子 他告诉梁徽说 我想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借福给你生一个孩子 当时梁徽一听 吃了一惊 说小兰 如果借福生子 你能接受吗 小兰说 我能接受 这都是过来人 我们完全就是为了完成你生孩子的愿望 你和代孕妈妈又没有什么感情 他生完孩子以后 给他一笔钱让他走不就完了吗 当时梁徽听了以后啊 非常感动 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再婚这个妻子 如此的同情达理 愿意给他找一个代孕的妈妈 于是 蒲晓兰得到梁徽的认可以后 就开始给他找年轻健康的代孕妈妈 蒲晓兰亲自去和这些代孕妈妈谈条件 谈完条件以后 把他们带回家 让他们和梁徽同床 这样连续找了几个代孕妈妈 但是虽然也同了床 可是这些代孕妈妈的肚皮都没有什么变化 造人呢 没有成功 一晃 两年左右的时间过去 在这个过程当中 梁徽开始喜欢上那些年轻漂亮的女性 认为他们充满了活力 在看自己的老婆蒲晓兰 虽然比他小十岁 但是已经人老诸慌 于是啊 梁徽的心就开始偏离了正规 而这两年当中 屡次造人没有成功 蒲晓兰就怀疑自己的丈夫梁徽 生育能力可能也有问题 于是啊 就动员梁徽再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梁徽啊 怕听到那些绝望的消息 他就拒绝 说我不去 你就给我找代孕的妈妈 这时候蒲晓兰想 这两年多了 你见了几个女人了 说抱歉 你该玩也玩够了 现在我还给你找代孕妈妈 你这两年都生出孩子了 你应该老老实实的待在我的身旁 所以蒲晓兰开始拒绝梁徽再找代孕妈妈的这样一个请求 梁徽一看 蒲晓兰不再给自己找代孕妈妈了 他就开始到处寻花问流 有的时候他甚至还把这女孩子趁蒲晓兰不在家的时候带回家中来居住 蒲晓兰回到家中发现了蛛丝马迹 不断的和梁徽争吵 两个人甚至有的时候一吵几天梁徽都流连在外 不回到家中 如此一来夫妻两个的矛盾越来越激化 这时的蒲晓兰觉得自己的第二次婚姻很有可能是无法挽救了 为了在第二次婚姻解除的时候不至于一无所有 蒲晓兰开始秘密的操作起一件事情来 蒲晓兰就利用自己担任梁徽公司财务总监的这样一个便利条件 将公司账上的两百余万元现金全部都转到自己的银行卡上 没有多久梁徽要投资一个项目 会计告诉她账上没钱了 一问是自己的老婆将款转到了她个人的卡上 梁徽气急败坏的回到家 一进门就冲着蒲晓兰吼道 晓兰你拿公司的嫌疑是什么用心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马上把钱还出来 蒲晓兰端着茶杯冷冷的看她一眼说 现在还不出来了 这个钱我用来炒股已经被套住了 当时梁徽就气得火冒三丈 谁让你炒的股 你马上把钱给我还过来 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 如果你不还我跟你没完 蒲晓兰看着她说 这个炒股炒的不好 那是愿股市不好 我的心思也是为了咱们家好 一个礼拜我估计还不出来 你以前我说你你不听我的话 现在你让我听你的话 对不起也没门 夫妻两个为此贪崩了 这个梁徽 哐的一声关上门自己出去 循环作乐 借酒消除去 夫妻矛盾升级 面对妻子指责 丈母阵阵有词 我这样做是经过你同意的 我不是为了借夫生子吗 失去理智的夫妻大打出手 她伸出双手去掐 胡晓兰的脖子 很快她被暗倒在地 被掐的没有了身体 妻子被丈夫亲手掐死 抛尸 这个邪恶的丈夫将会受到 怎样的惩罚呢 从这以后啊 夫妻两个感情日益恶化 蒲晓兰没有讲着两百余万元 还回给公司 梁徽公然将自己的情人带回家中 甚至当着蒲晓兰的面 两个人轻轻握握 蒲晓兰一骂她 她就厚言无耻地说 我这是为了生孩子 为了借夫生子 结果夫妻两个感情啊 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 叫江河日下 胡小兰实在无法忍受 梁徽的放大 这个昔日让自己忍辱负重 亲自为她挑选 待遇妈妈的账 已进入了邪道 此时的胡小兰 对自己这段婚姻 彻底的绝望 她收拾了家中值钱的物品 和自己全部衣物 搬到外面租房间坐 她并不知道 当她再次回到家里的时候 竟是踏上了一个 死亡之路 等到梁徽回到家中一看 家中之前的东西全都没有了 她就给蒲晓兰打电话 说蒲晓兰你什么意思 蒲晓兰说我跟你过不下去了 梁徽说我这儿明修站到你暗度陈昌 你还把我当不当这个家里的主人了 蒲晓兰说你把我当人吧 我在这个家能忍到今天已经算好的了 这个梁徽一听啊就说 好 蒲晓兰咱们都已经是四五十岁的人了 咱们吵也没用 这样吧咱们俩见面 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蒲晓兰就讲 好啊 明年下午咱们在家中把事讲清楚 再婚的 蒲晓兰和梁徽两个人确定了一个谈判的时间 这一对半路夫妻就要刀枪相见 到了第二天的下午 蒲晓兰回到了家中 看见梁徽啊板着脸坐在沙发上 一见面 梁徽就问蒲晓兰你到底想怎么办 蒲晓兰说怎么办 咱们俩过不下去了 你说个条件 咱们俩分手 梁徽说这很简单 你把拿走的钱还回来 你自己的衣物你拿走 咱们办离婚手续 蒲晓兰一听冷笑一声 没有那么便宜 这些钱属于我应分得的家庭共同财产 同时你公司的股份还要给我一半 当梁徽一听这个 马上头子大了 说蒲晓兰你什么意思 你去叫我倾家荡产呢 蒲晓兰说 不是我让你倾家荡产 你早已经不把这个家当成家了 梁徽听了以后啊 就对蒲晓兰辩解说 我这样做是经过你同意的 我不是为了借福生子吗 蒲晓兰一听啊 情绪激动啊 说我让你借福生子 不是让你满足授欲 梁徽一听当时火冒三丈 什么 我是授欲 你是个泼夫 结果蒲晓兰马上说 你说我是个泼夫 你是个禽兽 好 夫妻两个一对骂 这当时梁徽上前一把就抓住了蒲晓兰 蒲晓兰一边拽他的手 一边说你想干什么 你还想打我吗 有本事你杀了我 梁徽一听啊 喷一下火冒三丈 瞬间失去了理智 他伸出双手去掐蒲晓兰的脖子 蒲晓兰虽然手推脚踢 但是毕竟是一个弱女子 哪里抵挡得住梁徽的攻击 很快他被暗倒在地 被掐的没有了声息 等到梁徽发作完了以后 看见蒲晓兰不动了 用手在他鼻子下面一试 发现他已经没气了 看到妻子被自己掐死了 梁徽吓得瘫坐在地上 久久回不过身来 为了掩盖自己的犯罪事实 避免法律的追究 于是他就导演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就是利用所谓高利贷者讨债的这样一个事实 来把犯罪现场进行破坏 蒲晓兰被杀终于破获了 梁徽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罪 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 检查机关的审查起诉 他被起诉到当地的中级人民法院 梁徽的亲属为他聘请了辩护人 辩护人在法庭上提出了被告人的行为 属于激情杀人 建议人民法院对他进行重庆处罚 根据辩护人所讲的这个激情杀人 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法律点 这个激情杀人能不能在法律上获得重庆处罚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激情杀人 简单说 就是行为人本来没有杀人的故意 但是在被害人的刺激和挑逗之下 失去了理智 从而犯下了杀人的这种行为 虽然他是在一怒之下犯下了杀人的罪行 但是在我国刑法当中 并没有激情杀人的这样一个规定 同时也没有规定激情杀人 可以作为被告人重庆处罚的这样一个法定的情节 那么法院在结合本案的全部事实以后 认定本案的被害人在本案当中他没有过错 而本案的被告人梁辉在夫妻吵架发生 偶斗的时候 竟然动了杀机 而且置被害人于死地 所以他的行为构成了故意杀人罪 最后人民法院根据被告人梁辉的犯罪事实和情节 依照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 依法判处他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决作出以后被告人梁辉没有上诉 判决很快就发生了法律效率 观众朋友 两个刺猬如果抱在一起的话 他们抱得越紧 相互之间就会越受伤 因为他带刺 只有拔掉他们身上的刺 他们才会抱团取暖 再婚夫妻也是一样 如果要想把这个家庭生活的美满幸福 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缺点尽量的克服掉 然后夫妻两个互相理解和宽容 这样才能和和美美的过一生 好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男友被抓 女友托关系 帮忙捞人 却被骗财骗射 这时候他真的担心 被男朋友刘海红知道 那后果真是不敢想 他忍气吞声 不敢报案 帮忙的人却变本加厉 要么咱俩呢 就保持这种关系 要么你给我一笔 面对帮忙者的步步紧逼 他又该怎么办 求人帮忙 引来狼 法律讲堂明日播出